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排会和大家见面的坚仔跟着马 我是波仔 星期日沙田马场会有10场赛事 八草两泥 草地用B跑道 这次最不同的地方就是重现黄昏马 波仔小时候都曾经经历跑黄昏马的 好像是6点多钟开始跑头场 意气印象 因为真的很小 都有一番风味 现在都会有全泥夜赛 但今次是4点钟开跑 大家要适应一下生活习惯 看看大家喜不喜欢 不妨可以留言 还是你第一次感受黄昏马 都可以一起谈谈 第一节时间就要看今次赛事 波仔哪只跟着马会上阵 坚仔赛马去到第四场时间 罗马福国宝 跟进他的场次是前一局 521的时间 当时初跑1200 虽然输给永眼光 但永眼光再出都得到成绩 而那场里面 当时跟进他的场次是质身马 我觉得是平均未进 而且是前置失败了快步速 上次復出跑的直路1000 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 头场有场1200米 何而没买步跑 但他转来1000 结果输给世宜梦想 可能这一匹都是比较强的马 除此之外 这一日的5月21号的 所以他追过几匹的马拍风 第五名算是不赖 这次潘顿不跑也不要紧 赛友 潘顿说 他认为坐骑是1200米近合发挥 但是何言加上报名 刚刚作马的宫顶位 再之前的威尼宾腾 北海道 奥华威威 季初更多马合作赢过了 都是出击杀手 所以这一匹是福国宝 今次排五档 快马可能是一匹 逐温光芒 甚至是潘顿跑的水晶酒杯 其他就比较被动的马匹 有机会可以重新进入三甲 和水晶酒杯去逛逛 去到星期日第八场时间 二班千二米来地赛事 12马年少有威 对上两次也有在这个节目介绍给大家 这一匹马自从排完草地迁移 过来来地之后 找到的确应出路 一直都在等赛程上阵 今次投了42日 都是专心一致 上一次赢马的时间 虽然说三班 但是时间也非常好 头两段都是较正常 而末段是拉一个很快的25秒65 时间水准是不错的 台下排仗蒸蒸日上 最终强手二之后赢马 利英列飞上1650 然后进入位置 发仗巨星适逢谷草利放的时间赢马 闪电一定美丽 之后排仁这一场都会上名 神之水敌最近快集 进直路追回两步 即使不上名 都起码有走势 所以这一组602的赛事水准也不错 泥地常常是跑锐 不跑分 似乎都在这一组里面 有权挑战一些旧底的 高分点的赛区 这一场时时满意 佳应精英可能会是快的 而此外五档有权 都是守好位 拍着顺势而飞去 跟着前瞬来跑 假如泥地也比较好 有权去征服这二班 这一只连四个位之外 顺势而飞 最近两场都可以比较借口 前一局跑远地 上一次 其实我觉得它是跟急了一些 如果你看回原路 梁家俊一直都跟着前瞻马 虽然和气身材也在前瞻回来 但顺势而飞走直的时间 它一转 转之路跑线最入贴难的时间 Eason的爱心和爱心 三只 ess 都是跑着中外跑路的跑线 所以逃etus 上一次都有伤逝的第四名 这个路程跑两次,一win一个Q,其实都是耍加的 如果因为近两场输了而兜转换回赔率 顺势而非都不能完全忘记 所以我觉得这一队的跟进码在这一组里 绝对有机会挑战头码,甚至包括连人位 很快就回到第二节时间了,就要看5月31日 谷草斯加三跑道里,波仔跟进码表现如何 回到堅仔赛,去到第二场赛事 上一次的标题,即是节目里提及到 在这一组,威武涌开以及一铺杜卫两只 用出赛提醒来提示变成红字的码匹 但我觉得在近期内都比较当锐,有机会再跑得好 虽然有观众朋友觉得有点疑点,不太看好 但这一场温护永区赢起来都挺有说服力 同时昨晚谷草斯加三的跑道偏快点,利摆在前面走 但温护永区沿途有点急口,还有走着二碟望空 不要忘记他第一次跑2200米 回到Isaic的内篮 整体来说,昨晚的赛事 迪路走中档也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这温护永区也算是相产的情况下赢 唯一的不好处是 这场51分,赢了短投位 未必要立刻升上三班 但这场我相信都挺用力的 季内中下班截的中距离赛事 我相信还有 但这只温护永区如果短时间再出 就要小心这场是一个力拼之下的选择 留待下跪 可能这只温护永区更加成熟 再获得这个成绩 而一铺到位,真是肉宣数 28元提供,然后完全没影 沿途的位置很漂亮 因为捕捉很快,有贴蓝 其内一滴都没有 现在来看这个事件报告里面 在一铺到位,内规境检查区的时候 气管多血 难怪首好位其内一滴都没有 包括昨天有博实 那又要休息 我相信休息一下还卖 回来再看这些对手 但也要一点打折扣 就是健康上开始出现问题 反之就是这个威武用区 这场可能能跟进价值相对比较大 回到第三节 就是找新的跟进码 昨天赛事里面都是前战 但如果在彎位或沿途走外叠的马匹都比较困难 一来斯加三的彎位比较急 贵尾的马体有下降 甚至因为谷草的马能力相对比较低 真的不容易亏得起 所以走外叠的马都可以兼顾 这场马在跟障里选了第三场赛事 其实都是跟障过 下一次未必会过来谷草跑 看看东尼师傅究竟是怎样部署 说的是四号马的桃花多 这匹马今次流完避血 隔了171日复出 赛前他也有试两货集的走势 不算太坏 但始终休息后 要复出跑1650其实都挺吃力 因为可能是未开战 再看这一场段速 其实首三场1分15秒78 比起第八场纵使较后长次 但都是三番步出 1分15秒82 其实还要快 所以我认为这场桃花多 在十二档里起步也有点惹惹惹惹惹惹惹 但你看到很快就迫到二叠 看看中段的时间 现在在弯尾的时间 他已经拼出中外叠 即使这个路段是不错 因为外面的超省神 又或者中华叠 都是走中外叠 但桃花刀就没有顺势移出 一直跟在马尾后面 跟着中华叠 甚至在超省神 后面 他都持续有追 我觉得追势不是太差 如果你看到直镜的时间 现在是尾三位置 其实前面的马尔都拼出去 他就可以再移出一叠 没理由别人会有现成空位 当是热身之下效用 这场快活速摸一摸 下次会否回到田草千四路动手 我觉得这一款桃花刀 可能会赚到多少贵美体力 未必金戒五下贵错 即时可以起快 好了 这场马里面 再做一个笔记 给这一笔桃花刀 弯弯里面少少蝕 转弯时 他就二叠半三叠左右 接着就是一半 给一个叫做吃饰的地方 而且这次他就隔了 出色日子太长了 热身之后 我觉得可以跟进 在走位里面 入到直路 都没怎么看空 顺便都可以说 整体制御策略 未能忘空 这个分子 我觉得他也有追选 应该还未尽 有这个上升空间 下次 继续跑一六五零谷草 还是田草千四 调配上面 就比较有趣 因为起码两个场地 都可以应付 记得开出色提醒 纵使你之前是落过这一只马 做过跟进的 其实现在一样是可以 因为每场你对每匹马 都可能有个看法都不一定 另一匹跟进马 就选了在第八场的时间 这一只就是12号的大力猴王 之前波仔不论在肩仔或其他专栏里 都有提及到这一只马 我临场也有买到它 当时跑第五输一马 那不是美宜 我真的好像有点失望 也正常好像没什么跑错 但如果实际看 我觉得这一批马 今次都可以给它一些借口 因为这一场马 最后三段的段速 都是偏快的 1分15秒82 但一段时间没有慢下来 纵使地快也好 23秒46 所以其实后追马 不是那么容易撲上来 再看完巡投影片 这场马赢的6只 在原头是Boxit 接着放头的八臂梁 就是中城区 跑第三的马尔代夫 就在原头都是贴栏的 如果相对来计 现在在内南第五位 左右的信心之算 近两场气管多血之后 似乎有点滑落 都未定在状态 回来也不太追 达力猴王在哪里 在第五位 黄黑格仔3这一批 这一段时间 他因应炮谷 开始堕退 甚至想在弯位的时间发力 他现在出三叠 步速头三点都不慢 你这样再试少少脚程 即使有轻绑 加上昨天的跑道偏差 来计算 即是 跑道偏差 都不太利 三叠转弯的 他其实也算是有点伤识的 你好像冲来 打光了 看在蔡明啸 右边不断 狂边下去 外边 黄黑格仔3叠转弯的 有些遮挡 他有些遮挡 他在教尺才出三叠 所以站好步速之后 他就紧紧过了他 这一只的大力猴王 其实可以跑四班赛事了 今次他选择三班负轻绑 但纵使薄实也好 这场形势不太好 落回四班 面对着一堆比较皮的1650 最近也不断有新甲的对手 都可以侵蚀到他们 例如金宝、中华 很聪明 转过来就能够搞定 但这一只大力猴王 未交代 下次落四班来跑 如果收取到好档 他这么主动 随时就可以赢回一场都不一定 所以我觉得 是可以给这一只大力猴王 更劲 在马面隔壁 拉中位 其实他跟前 我觉得是有点快捕捉的受害者 再数下去 头三夹马都是沿途贴栏 他在湾中里出现 刚才所说的 都是亏了点外能的赛途偏差 这也是亏了点的 评分足以降班上阵 这只没交代 应该心意、斗志力更加浓厚 开出赛提升的时间 看下一次会不会安排这只马 继续跑到谷槽1650 好了 三节节目时间到这里 接近尾声 波仔再次多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你的短片 记得要给个like 还没订阅我们 坚仔创码的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下订阅键 按下键 然后新片第一时间会通知大家 到六月份的时间 未用我坚仔跑码一点都未迟 现在免费下载你的手机平板电脑上 第一场所有功能都是免费使用 第三场 为什么会有这个限制呢? 因为公司会有一个营运成本 所以分开日月年费 当然年费除开 绝对是值得玩的 十多元一个赛日 就可以看到不同资料 据问下键也可能会有些调整 价格里面调整 所以现在立刻去下载使用一下 适合用的话 可以致电55361016 这个电话去查询 MotsApp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年费的话 其实会横跨到下季的 明年5月31日 所以大家希望多多支持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 未来星期日排完网分码之后 星期日排位 到时肩仔跟着马再和大家聊 我们下次见 拜拜